2010年12月29日 最后一次在试飞院进行的科研试飞任务 这是前不久 李中华参加中国试飞新书发布会时的发言 34年的军力生涯 李中华在试飞岗位干了18年 飞过三个机种三十种机型 成功处置15次空中重大险情 5次空中特大险情 回忆过往 李中华记忆犹新 李中华提到的黄炳新 同样是一位试飞英雄 也是李中华刚刚加入试飞团时的团长 李中华的大胆陈卓 曾给黄炳新留下深刻的印象 有一次我们在试飞的过程 在三百米的搞作 这个飞机马上要追的情况下 李中华大胆听着雨 把飞机关救了 我们试飞院的这种精神 就是在对当的忠诚 在最外的时候先将到国家的利益 在李中华家中 满满一书贵的证书奖章 见证了他18年极不平凡的试飞生涯 李中华如今的轻描淡写 让人很难联想起当年那次 惊心动魄的试验飞行 2005年5月20号 他在试飞这一新型战机时 突遇险情 飞机也倒扣的姿态急速坠落 高度瞬间降至两百多米 生死时刻 李中华临危不乱 短短七秒钟内 他准确地完成了十多个操作 最终驾机安全降落 保住了我国航空工业战线 科研人员智慧和心血的结晶 因为他造价比较高 技术很复杂 而且仅仅是用于科研试飞 假如说这个飞机出现了问题 或者说损毁了 那么所有在研的很多预言项目 都会因此而停止 像这样刻骨铭心的经历 对李中华来说还有很多 在坚实战机试飞任务中 李中华先后完成57个 一类风险科目 飞出了战机性能的六个第一 先后提出的十多项设计改进建议 使坚实战机的多项性能 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试飞员尽管说飞的一些科目 有些时候比较危险 他飞的心机是没有经过鉴定的 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但是试飞员 一方面他有着很好的 对工程对飞机的一个理解 还有工程师机械师 保障队伍 测试系统监控队伍 这些人员 其实都是凝聚成一个团队 李中华经常给我说 他说我这个英雄的光环 都是机务人员和广大科技人员 把我托具上去的 我得到了这么多荣誉光环 我永远是忘记不了他们 2017年 李中华正式退休 尽管退下军装 但他依然心系蓝天 这些年 他一直致力于无人机领域的研究与科普 为部队官兵和广大青少年 了解未来空战形态 增强空天安全意识 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当你升空之后 你就会确实地体会到 这个国家的这个概念 国防的这个意识 是多么的重要 所以我相信 我做这样的一些 无人机的一个科普工作 可以更好的 传递一些青少年航空知识 同时也能够让我自己 跟这个前沿接得近一些 谢谢